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恶意AP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卡林那个上面装了一个特殊的软件 这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 大家总算看图形化界面了啊 它是专门来扮演恶意AP的 你只要连上去 它能带你上网 然后呢它会自动的自动的 纯自动的帮你把密码全部给你拔下来 当然前提里是不加密的啊 OK好 它其实就是扮演一个恶意AP 然后只要你连上来 它能做代理 它是自动帮你做proxy 而且通过proxy让你能够上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能把你所有的内容 包含你传的数据 包含你传的图片 包含你的用户密码全部都帮你拔下来 当然前提还是那句话 前提是明文的 OK 当然如果说是密文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密文其实也可以解决 我在这个黑客里面好像也讲过 黑客里面我讲过 密文都可以给你解决 就是你密文HTTPS对吧 我可以把HTTPS给卸载了 当然了 这个卸载过程肯定存在一个问题 会有报错 本来你访问淘宝不报错吧 访问京东不报错吧 我那个解密 它会报错 如果说你是有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用户的话 你看报错你就不要点了 对吧 京东都会报错嘛 淘宝都会报错不应该啊 你就应该调查一下 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相信我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管那个东西的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说继续 你就完蛋了 OK 所以可以解释一下 就算加密也有办法 但是呢 报错是没办法的 那一定会报错的 OK 报错的话 你相信我绝大部分都会点继续的 他一样会被他们抓到 你一样会被黑客抓到 也是可以的 当然那个解密的就太复杂了 这个黑客里面我讲了 今天我们只是抓一下民文的东西 好 这个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我的状态 我依然要让他提供正常的无线服务 这个挺烦的 我要把它切回去 依然要把它切到正常的网络 因为他正常为客户提供服务 正常的网络 我又要起了一个服务 我都不确定我自己起的来 待会儿我找一下的几个命令 先stop 这个经常会出问题 先把它停了 先把它停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服务起起来 反正上次我就出了问题啊 network manager 就是开始杀掉那几个服务 还行 好了 这个又把它切换成为一个普通的网卡了 它又再次成为一个普通的网卡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来做代理攻击 是这样的 你先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我这儿 这是普通的网卡 然后呢 我需要把我的另外一个接口 ETH一页起来 我还需要一个有限网卡 我还需要一个有限网卡 OK 为了解释一下 代理嘛 我一头是外面发无限 让引诱你们来 然后呢 我不是做代理吗 我通过有限 然后访问互联网 让你们能够上网 所以我需要两个网卡 一个 一个无限 让你们接过来 然后有限 代理上网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还要确认一下 我的有限能够上网 我的无限先 无限先断了啊 无限先断了 我要用有限上网 所以说无限需要先断掉 有限下网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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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而这种 做 추 extraordinário 他需要 DHCP服务的问题 这样我重新起一遍 但是手起的一个服务总是有问题 重启一下吧 我要让有线能上网 无线不连 无线就是正常空着 当一个普通的网卡 然后有线能够上网 这样的话我再起了一个软件 它就能帮你做代理 你一定要确认你的有线能上网 然后无线是一种 没有连接任何无线网络的状态 一会儿这个攻击就能出现 一会儿攻击成功之后 我们就会讲一下 思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恶意AP的事 这机器今天卡的卡爆了 其实不是这个机器 我不知道是可能跟我系统有关系 有线 无线 好 这个时候网关是有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上上网 网络也没问题 无线也是起的 无线没有连 那这个时候你现在就可以起了一个软件了 把它缩小一点 OK 主要看一下 你看这个ETH1这边是有连接的 设置其实我都设好了 这是我伪装的SSID 当然你应该填一个公司内部的SSID 好 这是SSID 你可以填相应的SSID 相应的BSID 那个Mark地址 再哪个信道 OK 用哪个网卡 然后呢 做什么样的相应的一些监控 监控一些什么 HTTP 我肯定监控 DNS肯定监控 OK 甚至呢 我的地址词 我发什么样的地址 这些其实都已经 我都提前做好了的 名字 Mark 信道 一个网口 对什么进行监控 发给客户什么地址 你直接开始 开始 好 这个时候 你开始了之后呢 下面 你就可以看一下客户能不能连上去 它是没有加密的 直接可以连 AB状态 时机活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人连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来让它来连一次 这应该叫它 当然应该起一个跟公司内部的那个名字 因为如果起的话 我到底连谁 我不好控制 我只可以展示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可能有点慢 这个确实有点慢 因为它网卡 它就典型没有正经的AP的 这个信号覆盖好 这个稍等一会 还没有上来吗 这个确实有点慢 这个稍微等会 我给大家说吧 一会连上去会大概什么效果 一旦你连上去 这边就会看到 有一个客户是连上去的 然后呢 你访问一些 比如说我这是红湖啊 比如说你正常 你想想啊 正常你红湖 你登录的时候是要输账号的吧 这个账号 这是HTTP的 没有HTTP 是 你输账号 我就给你破了 这个太讨厌了 好像连上去 我怎么还在连访客网络呢 这不是被我忘记了吗 这个由于我的网卡的问题 这个信号 而且2.4G在我的环境下面干扰巨大 再稍等会啊 各位 连上去了 看到了吗 连上去了 连上去了 这个是我们PIN114 同等 好 而且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客户已经连上来了 可以理解 好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用浏览器 就访问红湖 这个是 其实很多网站 这都有 当然了 你别是阿里啊 阿里淘宝 淘宝那可不是你们 那可不是逗留玩的 那安全性做的杠杠的 肯定是加拉密的 而且都不止加密那么简单 红湖 好 这个时候呢 再刷一遍 哦 嗯 嗯 哎 这个网又不通了 同档 百党都没有问题 等会啊 这个我这个信号确实不好 bps.com 我贴一下这个链接啊 他一个书账号的一个页面 好 这个这个差不多这个页面对啊 然后这时候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输入我的账号 Kali Wareless 这个密码还算是比较比较复杂的 csc0123啊登录 登录 好 拖一下 然后呢 输入新新在这 好 你看我登进来了吧 这个过程请追在HDD 这是HDDP的完全没有加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收获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啊 首先呢你能看到他抓的一些图片 这是抓的相应的一些 图片 这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大家比较重要的就是 Active 这个活动的monitor 你会发现 这些相应的请求全部给你抓下来了 关键是HDDP的认证 认证怎么没有抓到呢 HDDP的认证 居然没有抓到 百度红狐 这不应该啊 我再重新拿一遍啊 咖里 卫尔 雷斯 哎 今天怎么完全没有密码呢 红狐完全没有啊 呃我来看看今天那个红狐怎么 搞不定呢 那是缓存吗 不可能是缓存吧 我把这个 历史记录删一下啊 嗯 面里太小了 三对三不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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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可以抓得到的 嗯 哎今天是真是抓不到响应包了哦 这个今天就出啥毛病了 我重新让他再连一遍这个我也确实不知道怎么就今天这个出了这个这么大个毛病我停一下 重新开始 这个应该在这儿直接就能看到这个密码 然后呢你这次MD5哈希之后的密码直接就可以搞定 嗯 再来试试啊 首先我先确认一下我连的没问题 网也没问题 网也没问题 退出 关闭 再来一次 除非他没发 否则不太可能看不到 卡里 Wareless 还不行也没得了我 今天我也说过我这个东西也不特别靠谱 但东西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这个网络是很不稳定的 哎 来了 总算看到了 他刚才为什么没看到我还真不太清楚 你看我重连了一遍就 这就已经有了 OK 看到用户名了 看到密码了 请注意这个密码是MD5哈希的 MD5哈希的用的特别low 你别指望是明文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 哎 这就是一个专门破MD5的网站 把贴过去 解密 Y J 好 看一下密码就出来了 看到吗 MD5哈希的 直接 就给他破解 MD5的值 这是MD5值直接给破了 OK 所以说呢 明文的完全没问题就用他搞定 好现在呢这个攻击已经实现了 下面我们来说我们的控制器 我们的无线技术怎么解决这个攻击 哎 我们看思科的这个相应的技术 呃你可以在这个安全 然后 在无限保护 恶意规则 就说你要定义一下 什么是恶意AP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策略 好 他是恶意AP 然后呢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去围堵他 什么意思啊 我只要发现 你是恶意AP 我就会让我的 monitor模式的AP 但是其他AP也行啊 但主要是monitor模式的AP 请注意APR现在生效了 APR出现了 APR就是monitor模式的 APRmonitor模式的AP 他就会去发那个Dios 刚才大家感受过Dios啊 他会发Dios直接给他阻断掉 就只要我发现你是恶意AP 我就给你阻断掉 你绝对连不上 直接给你打下去 可以解 好 这个名字不重要啊 我要判断他是恶意的 然后呢我要给他阻断 添加 好 我们匹配要匹配所有的条件 我们激活这个规则 什么条件呢 比如说 他的信号必须比较强 -50 紧追-50算比较强了 我说过正常好点的在 30到50吧 基本上就算信号比较好的 那信号比较烂的就-80了 首先这一个 首先这个信号比较强 而且呢 居然没加密 我们公司 比如说你确定 我们公司肯定加了密的 居然有一个信号还比较强 而且居然还不加密的AP 出现了匹配 两个条件都匹配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列为恶意AP 然后我一定要把它阻断掉 你只要提交 下面 当然你再确定一下 我们的AP2就是 Moyster 模式的 他会不断的 他只做扫描 他不断的帮你去做扫描 他看看帮你判断 哪些恶意AP 然后你会发现在Moyster这个地方 在恶意AP这个地方 他就会发现 已经把它 列为恶意AP 看这些都会认为恶意AP 看到了吗 周边的这些 只要是信号还比较强 而且还没有加密的 全部列为恶意AP 全部阻断 那么AP2现在就忙起来了 他就不断去发Dios 把别人给踢掉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看看这个客户 现在已经连不上了 看到了吗 网已经不通了 开始不是一直通的吗 现在 这个网已经不通了 他根本就连不上去 连上去就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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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动给打 OK 你可以做 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司科的这个策略 这个这个很流氓的 他也送流氓对方对付流氓 就他这个策略也是 只要满足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条件 甚至还可以说 你看还有 SSID添加 比如说你可以添加那个 你们自己的SSID 被管理的SSID 这些信息都可以填上去 只要是我们SSID就把你提掉 你可以做这个条件 只要满足的条件 就是恶意AP 就给阻止掉 我就耍流氓 你只要来 我就给你 做Dios 强行给你提下去 这个客户就明显是已经连不动了 已经连不了 你看一会上来 你看通了俩 立马打下去 看到了吗 上来通了俩立马打下去 根本就通不了 这个就是时刻解决恶意AP的 耍流氓的办法 我用流氓对付流氓 一会他又断了 OK 这是恶意AP的解决方案 还没有 conver面呢 长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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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我来说 谢谢观看